講到《盛鬥士星矢》這部經典漫畫 它推出到現在都已經有25年了 像當年的安娜 我還只是一個在殘寶中的小baby 但是呢 它到現在依舊是人氣不衰 每每推出新的作品 還是會讓各位玩家熱血沸騰的啦 現在呢 最新作品《盛鬥士星矢戰記》 就已經要推出了 也讓各位玩家的小宇宙繼續燃燒 還在等什麼 咱們衝吧 為了紀念《盛鬥士星矢》 漫畫推出25週年 萬代男夢宮前陣子公布了一款PS3遊戲 《盛鬥士星矢戰記》 讓玩家能化身為漫畫中的盛鬥士 為了解救女神雅典娜而闖當黃金十二宮 如今又有最新的遊戲影片公布 遊戲玩法類似真三國無雙的亂鬥型遊戲 這一次官方釋出了包含天馬座星矢 天龍座子龍 白鳥座冰河等等三位戰鬥士的資料 而其中星矢具備了快速動作 空中連段攻擊 以及天馬六星拳的貫穿攻擊力 是攻守兼備的平衡角色 子龍則是擅長近距離的快速猛攻 加上防禦率高 以及如山星龍霸的連續攻擊 是強調攻擊的角色 冰河則是具備可凍結敵人行動的能力 可以施展鑽石粉塵 冰動敵人之後連續攻擊 製造攻擊的機會 在聖鬥士星矢戰技 還有鳳凰座一揮 以及鎖鏈座帥等等角色 還會公布新資料 就請期待後續更多的追蹤報導吧